所以你的那個紅黃綠燈那個東西 它並沒有什麼解析度可以 它就是整個港區做一個燈號 對,因為我們已經提供一個量化的資料 我們把它量化了 那把整個量化的結果提供給使用者 因為你的主張是你的解析度比本來氣象群的高 是 但是因為這個港區它的那個大小都 就是解析度也不是需要很高 所以這個解析度很精確的 實際我在網站上要怎樣看得到 或怎麼樣確定你 這個目前在網站上的話是 我們沒有去呈現 比如說後台有一個模型 就是我要相信這個模型 就這樣就這樣 對,是 那我們讓使用者很方便的東西 主機的部分只有紅綠燈嗎 對對對 那在遇到的困難跟檢討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那個海山觀光這一些 海氣象的參數目前都還沒有很明確的規範跟量化的一個標準 而且這個東西很容易受到個人的身體條件或身體狀態而有差異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初期的考量點是我們會先以從事海上活動的安全性為主 那其次才考量這個活動的適當一些 那第二點是我們目前的預報頻率首先與電腦的研算處理 包含了我們要數值模式的研算 資料的匯集跟圖像化的部分需要耗費大量的研算 你們現在電腦是用的 我們是租用24核心的能格式武器電腦 在哪? 在學校 在學校有一個類似算的中心這樣子 用GPU嗎? 是 用CPU算 CPU算 對 那所以未來我們希望說能夠租用後購買跟進去的電腦 來提到我們發布的頻率 讓他們怎麼進去 國防是有這個資料 國防 國防中心就有SHC 謝謝 那在移密模式的部分 我們海洋風水師可以提供給遊客以及業者一些氣象的資訊 那我們也會向高階使用者 就可能需要知道三天或七天之後 預報資訊的這些使用者 對他收取一些適當的會備 那另外我們也會將這些產品體驗者 他們所提供的回饋的意見 我們可以提供給地方商家 其他市政府或者是一些受險業者等等 那跟他們作為一些計畫承接 拿來獲得廣告或贊助費的收益 作為我們主要的營收來源 那未來的營運策略呢 包含我們會 集結跟地方政府承接相關的計畫跟活動 以及我們會跟地方商家洽談 那還有就是我們會提供 會優化我們的使用界面來吸引高階使用承付費 那接著是我們會逐步擴大 服務的海漁範圍增加使用者的技術 以及我們也會將基隆市的地方雨訊 或是一些海洋文化資訊 來導入到我們的網站裡面 那增加產品的誤光度 所以你的653依賴在4 然後 然後讓你到底要問什麼 是 我的Q&A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在跟委員請教 是 那我們就是有針對一些網站建置 召開會議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整個遊戲系統 這個如何量化的地方 也有做討論 是 那 再來要跟委員介紹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我會出網路一本 是 假設我的 假設我的 我們撿包的時候 只在看 每個都 包含這個 和平道吧 都自小型公園 都有打開 那 那 我只要問說 就是 它很適合 風反船跟雲鳥放流 但是 就是 不適合按調 之類的 但是你只是給一個綜合 那 我問是必要問這個意思 是 要跟委員 包括最近有 台灣受到台風的影響 所以 海邊的風浪比較大 那 相對適合風反船這些 需要風力的 這些 激活動來做使用 但是像 暗吊海吊 可能會遇到一些長浪 一些危險性 我們就給它一個比較危險的 軍事演習也有危險性 那 再來是問題與桃輪的部分 總共有三點想要向委員請教 是 那第一點是 我們目前這個 海氣象 預報的系統是針對 觀光旅遊業者 是 那但是呢 基隆它 因為地主位置的關係 它每年都會受到台中 東北季風 或者是東界大陸 沿漢流的影響 那海上的 就是 東 我們台灣東北部的 這些海漂的垃圾 海漂很容易聚集到我們東北角度 會造成一些環境污染 還有一些行情安全 所以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數字演算 可以把整個解析度 提高到 16公里 唯一一個網路單位來做 呈現 那未來我們希望說 這個預報 是不是可以把 海上漂流物的 一個particle 也把它 跟這個模式一起做演算 那來達到這個海漂物 預報的一個 系統開發 那想問我一個人 就是這個部分 是否符合 未來系統開發的一個方向 這個系統開發方向 是你決定啊 從來問我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要在它 就是漂到延岸 或者是漂到我們有期空間之前 就能夠組圈在境外的方向 事實上也算是境內 只是說組圈在比較遠的地方 那確實是 就是你研發的這些 預測的諮詢 那個是很重要的 去年的總統美術科 從海委會的海演員 就有一個海波浪 就是做這個題目 那到了今年 他們還就是結合了 就是分散式帳本 然後去做 就是海潭廢氣物的 驚訝 在利用等等 等於就是把 這兩端有點 接在一起的一個感覺 那以我的理解 其實 它的預報 跟熱點分析 主要還是說 當你把熱點分析出來之後 我們有多少能量去 真的對它做什麼 那就是說 不然的話 你們就意思只是 離開對不對 我們會 我們希望 預期 知道這個海標 在哪個位置 那派船去 對呀 那這個 這個 我們是誰 是說海巡主要去 還是地方政府要去 是 我們一個地方政府 或是海巡來做檢訪 我們提供這樣的資訊 讓政府知道 現在 外海有一群的 還要等著 讓我們去收集 那你剛才原原那個團隊 有聯絡過嗎 還覺得還要聯9月嗎 去年做在波浪的團隊 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 那時候我們同事會把當代給你 對 因為他們去年這個題目 就是做了三個月 那 那 以我的理解 他碰到的問題 又不是技術型 對 那比較還是說 他有多少人力 有多少資源 所以他那個call to action 出來之後 到底有誰 有那個力氣去打註 以及你要怎麼樣去算他的牌 這個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 如果是地方政府 就反而想對整體 因為按照波浪計畫的概念 反正那個外面也是波浪 所以怎麼樣都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 那 那這個我是覺得 相對就比較focus 比較不會有說 那海水現在穿在哪裡 到底要拿來做什麼 的這個狀況 但是 我是覺得今年的 就是情況挑戰 因為我們也有向善致敬的一個政策 所以就有一項去年有向善致敬 所以我們就可以掉通 那時候內政部 學法部長當時說 黑衣直升級 他有一些訓練堂刺 那些堂刺不是真的在進行用 只是在訓練那個架式會飛 那些堂刺他就用來在 極地台的零件去高山上面去撞 讓高山有冠兵可以使用 那這個是 就是去年才開始做的 在此之前 運善被風用 弄那個極地台 應該他們要抗商去弄了 大概黃金七年開始之內 所以就是說 就是只要有 像向善致敬這樣子的政策 我們接下來會辦一個論壇 那就是變成一個 National priority的話 本來調度不到的資源 可能會調度得到 那以我本來的理解是說 以去年來演員 自信長的資源來講 那我覺得說 就有點分析到 然後怎麼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也蠻建議 你舉開他們比較多 那沒有方式我們放的車 謝謝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也希望呢 這個我們這個海氣象的系統 未來是不是也可以放在 海事工程的主題箱上 因為目前我們 我家在海上供電 或是一些天然氣接觸展上面 都有很多的海上的 海事工程的這一些議題 那這個部分 因為海事工程呢 它施工跟運輪都 跟整個海氣象產術都是緊密連結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想說 我們這個網站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擴大 要去服務到海事工程 那這個部分有哪些地方 可以讓我們去提計畫 那只能去這樣子的資源 不過你們 施工跟運輪完全兩件事情 是 因為施工藥的東西跟運輪的東西 完全不太一樣 那我們希望說 就是 去瞭解施工跟運輪 他們各自需要什麼的品牌 那我們這個網站去符合他們的需求 所以先interview一下 這個方便業者的意思 是 OK 我具體建議可能是 先interview台間 就是台間做旅能的那部分 那 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 借隔施工 他們要在意的是說 這整件事情這個 就是給得出交代 那對風電的那個長座的場上 那當然它是要上低風險 它會要這個 所以旅能等等 那所以 就是 如果你是 作為一個類似專業者的一個轉色 就是 他現在採取了這個行動 你用民間可以理解的方式 接觸到你的 使用者的離開關係 告訴他們說 為什麼 現在是採取這樣子的施工 為了運輪的措施 或者為什麼現在 發展了特別大的防守點 就是這個比較亂性的 類似科普 對 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這門台間是比較難去 對 那但是你說 實際上 變成是要 讓他們施工 來跟你 就聽起來是買預告資料 是不是 對 那我不確定 他們現在有這個動機 因為 你現在給的是 比較好的 solution 那意思就是 它可以 本來沒有要去施工 但是 因為這個地方的 圍器牆的方面 稍微還不錯 所以它就 無論如何跑去施工 甚至這個是 就是說 就是說 它依許工期可以超前 但是 事實上是增加它風險的事情 就算你的禮包 就增加它是增加它的風險 所以如果是 或是工程單位來講的話 我如果本來就已經定了一個標準 你現在告訴我 可以弄得更好 讓我工期 能早做完 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這個模式 我剛剛聽起來 就是 它的校準 等等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對不對 就是說 你不是 推翻掉 機上去那邊的數字 你是對那個數字 給一個精確度更高 是一個 mapping 對 但是對它來講 就是到它風險之後 就能夠預知過的時候 才就不出穿就是了 因為你 停在這個岸上 總是不會換掉 所以 這個時候 我的意思說 它有比較保守的動機 那這個時候 你的意思說 那你無論如何還是可以 貓著風浪開船看看 然後 而且 就是大家還要付一筆錢 給你們來買 就是風浪特別高的時候 還可以出穿的 有可能性 這個我不確定 跟它的價值是分嗎 是 對 但如果是 就是解釋做一個問題的話 那跟 台電 我覺得是蠻惡 因為他也喜歡做解釋 說 為什麼精度一樣高 或為什麼精度超強 那時候 問他們為什麼精度超強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也許這個跟台電 是比較 比較像 也許可以先了解 但 反正台電也認識 這個最先 就是實際在做工程的單位 所以我覺得還是以台電 我們窗口可能會有什麼 謝謝 那 第三個問題是 我們的 基隆是非常重要的 郵輪 或者是香港 目前我們政府也很積極的在基隆推動 郵輪還有遊艇服務的這個產業鏈 希望把它整個建置起來 那我們這個海氣象預報 其實它不只是服務一些 嚴禁岸的旅遊的影響 那包含了這些 遊艇 遊艇 以及交通船的這些船隻 它靠港 或者是在這個小區域內 它的穩定性也跟這個海氣象的參數 是有非常經驗的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把這個 服務鏈能夠串上我們這個網站上 那透過我們這個網站來提供 我們這一些傳播公司 它所需要的海氣象層 是嗎 所以我同樣的問題啊 所以你有跟他們講過了嗎 這個 這個目前因為還沒有很 還沒有去找到很適當的 這個對話的窗口呢 所以也想請會員提供一些相關的 想法的意見 你的意思是說 油輪的營運者 目前你們有接觸到的管道 是不是意思是這樣 是 因為我也沒有 我之前沒有跟油輪有接觸過 那這個可能是 還是可能要通過地方政府 因為也給到政府 就是發光啊等等 這些是在武道政府 曾經到這方面的關係 那 而且你們這邊比較 specific 就是是因為基隆港 會主要的 所以如果你下次就到 鋼區的話 那他們也不一定很 specific 知道說基隆港 當地去到什麼 所以去居體間 還是路過的地方政府 但是這邊很好講 我們沒有幫忙 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接觸 我有跟他們的服務 也唯一一次是 在跑到什麼東沙觀光 什麼什麼 東沙的狀況 跟基隆港的狀況 截然會從毫無任何 可憑叫做 所以我也不確定 當時男朋友 就是你現在應該 談的男朋友 大概不是吧 所以 那基隆這方面 就是從東北的 油輪跟 就是有服務 我們是去提供提供 是 那 那 想再問為一個 就是我們 針對我們學生 這樣的一個創業團隊的事 還有一個 就是 可能是 更高級別的一線競賽 我們可以去爭取 然後來 來把我們這些網站 做得更好 對 我想中美的客送 一定是一個 很自然的 就是第一個 你若取他 或是還有 為了他 每年都有提 就是來 很想做一個 做他們的 一個總的提案 然後在提案的過程裡 他們也都會結合 你見得不管是 行創還是 學生的能量 那所以 我是蠻建議 就是去看一下 因為他們 這檔名都是前十槍 所以他們也有很完整的 枕道 也有一個偶的創作 所以 所以是不是 就是你先了解一下 他們這檔名做的題目 然後你做的 也像是一塊屏圖 怎麼樣 那明年終於可以到前五槍 我也只聽到前十槍 那是他們身內有動力的 對 那所以 我會覺得說 還有一個 幾個下屬 還問五槍 這檔名是最相關的 而且他們最有這個動機 那但是 呃 郵輪郵婷這個 就 我真的不熟悉 我不確定要怎麼樣去 去 說服個郵輪廷 來加入一些 合作研究 跟資源 因為我不是業者 然後我不懂 就過得很緊 是 謝謝 所以我以為你今天提供的 建議員 建築 還有一次 你有看過我們的LOTION 有看過我們的LOTION MOTION L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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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 些條ki 對,這也可以考慮,因為我們這整套都是Romand Data 所以第一個就是上面的APM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裡面的東西在你的吃雪花精裡面有,那是比較好 盡量超,比較熱氣這樣 對,但就是為了盡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我覺得這些小icon的顯示上是比較稍微直觀一點 因為在你那邊是說,你要切到另外一個頁面,然後六種武器的方式 或八種武器的方式,你要分別去看它的適合程度 那我剛剛就馬上想到說,這裡面的就是各種武器的那種方式 也許可以就變成你的這些小icon 然後每一個分別有黃黃綠等,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感覺上就是,不該我想一次就整個港區被判成黃綠等 然後我就不想下去看了,這個狀況 而是說,你可以這個港區,那這個港區你可以先調查一下,它適合做哪種活動 那這幾種活動分別也有黃黃綠等 但是因為我也了解說,這是大家的螢幕的大成的一些人 在手機上,這也許是你稍微展開 像這邊如果你收起來,他的點數會減少 那如果你展開來的話,他的點數會增加 就是他把那個地方最主要可以做的活動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展開的話,那資料變得也可以做的活動也會展示出來 那每一個等號就可以有不同的黃黃綠 那我覺得就是蠻好的,就是你可以參考一下在你的UI上 或者說你反過來提供這個,我們可以看這個直接聯絡 還不可以的承辦就好 那這樣的話,這邊的那個模式資料就可以加一個你的這個部分的至少能見度可以提高 謝謝 謝謝 謝謝